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在首场对战新加坡男主的比赛中呢 国足是遭到对手2比2逼平 在比赛结束之后啊 我们还遭到了非常重大的损失 首先呢,队长张林鹏是心晦意冷 在赛后要宣布离开国家队 他认为连新加坡都打不过 实在是太丢脸了 另外一方面呢 张玉玲在比赛的下半场呢 也是因为受场临时退场 被艾克森替补下去了 所以在这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呢 我们起源大将接连受伤 或者遭到一个辛勤的重大打击 对我们后续26号的主场比赛 无疑是非常不利的 按照日程的安排 接下来我们在主场对战新加坡的比赛 将会在26号的晚上8点打响 那么现在也可以说是开启的倒计时 还有几天的时间 我们国足这次备战的如何了 一万为首的教练组 又做了哪一些最新的决定 来给我们这一众国角提出要求呢 而在此前备受打击的张林鹏 以及张玉玲 又有没有可能离开国家队呢 我们来根据最新的消息 和大家来一一分享一下 首先在这一次比赛结束之后 一万科维奇做了第一个决定 那就是第一时间带领我们国足这一众队员 赶紧回到天津的主场做好比赛的备战 这一次我们在主场作战 而且全部门票都已经售清 很多球迷呢 到时候呢 肯定都会涌进来来观看我们国足的本场比赛 如果到时候我们在主场都不能够拿到胜利呢 那么恐怕呢 将会面临着铺天盖地的质疑和批评 所以对于一万科维奇为首的教练组来说呢 这一次主场的比赛 比21号那场比赛更为关键 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呢 第二点就是大家备受关注的国足队长张林鹏 有没有离开的问题 那么一万科维奇呢 也是对他进行了苦口婆心的一个劝说 最终啊 张林鹏是决定继续留下来 陪伴着国足打完这一次主场的比赛 他也透露自己呢 已经意识到了问题 接下来将会继续留在国家队 那么很明显呢 其实啊 一万为首的教练组 是和他进行了具体的一个谈话 也希望他能够以大局为重 所以现在才会发生一个局势大逆转的情况 那么也意味着呢 队长张林鹏起码会陪伴着国足打完私域赛的赛事 那么后续是否离开 还要看他自己个人的选择 而除了张林鹏之外 另外一方面呢 张玉宁也在教练组的一个安排之下呢 暂时留了下来 因为从目前来看 他的伤病并没有过于严重 只是说暂时影响到了一些整体身体机能 所以在国足回到天津的首场集训当中 并没有一起参加 而是单独在进行热身 所以从目前来看 那这一次我们国足结束了首场对战新加坡男足的比赛结束之后 在一万为首的教练组的整体调整之下呢 虽然说出现了一些意外 但整体影响不大 我们接下来呢 还是会以这一次的26号主场比赛 取得胜利作为目标来认真备战 期待取得好的成绩 不辜负买票进来的几万球迷的期待 对这一次主场作战 我们看到一万以及吴磊呢 都在赛前的采访当中 明确表示要拿下胜利 要打败新加坡男足既然如此 期待他们能够旗开得胜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